每位营养的山间真修往往都隐藏在不意为人发掘的地方 如今他们却走向了人工栽培的舞台 人工栽培环境如何与野生环境相较量 又如何确保它的美味与营养 本期农广天地跟您说说竹孙的人工栽培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竹孙是名贵的食用菌 历史上曾被列为公平贡品 近代作为国业名菜 同时它也是食疗佳品 了解食用菌栽培的朋友应该知道 人工栽培竹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 福建省古田县人工栽培竹孙首先取得了成功 从此竹孙的人工栽培技术逐渐推广并不断完善 竹孙在真军学分类上属于弹子军亚门 副军纲 鬼笔木 鬼笔科 竹孙属 除了竹孙之外 同属于弹子军亚门的军类 还有木耳 银耳 芙苓 灵芝等等 此时体是繁殖器官 由菌盖 菌群 菌饼 菌托组成 商品竹孙主要是指菌饼和菌群两个部分 竹孙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光照 空气 温湿度 土壤等外部环境条件 以及碳 氨 无基盐 维生素等营养条件 咱们先来看看竹孙需要哪些营养条件 竹孙唯一养性真菌 喜欢辅生生活 所需要的养分主要是碳 氨等营养成分 可以直接从木屑 接杆 骨康 脉肤等机制中摄取 接下来就是外部环境条件了 我们先来看看竹孙在各个时期的生长中 需要什么样的温度 竹孙的菌丝在10到28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都可以生长 最适合的温度为20到23摄氏度 紫石体在温度为17到29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都可以形成 最适合的温度为22摄氏度 高于28摄氏度时长势变弱 35摄氏度以上时停止生长 低于15摄氏度时 紫石体发育减慢 侵求萎缩或出现畸形 培养机制里的含水量 附屠里的含水量 以及空气里的湿度对竹孙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军丝阶段培养机含水量为60%到70% 紫石体形成发育需要高湿的环境 军类分化时需要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 紫石体破壳出钙和生饼需要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5%以上 洒群则需要空气里的相对湿度达到94%以上 竹孙是好气性强的证据 要求培养机制和土壤以及紫石体发育的空间内 都必须有充足而且清津的空气 否则军丝就会发育缓慢甚至死亡 竹孙均次生长不需要光照 在黑暗的条件下生长得最快 菌磊和紫石体的生长分化 需要100到300LX的散射光 菌柄生长和菌褶展开 需要300到500LX的光照 竹孙喜欢微酸的环境 菌丝体生长的适宜的PH值为5到6 紫石体生长发育适宜的PH值为4.5到5.5 了解了竹孙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条件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地里看看如何种植竹孙 首先得准备好菌种 竹孙的菌种分为母种原种和栽培种 其中原种和栽培种由母种扩繁而来 在这种之前需要给菌种准备一些适合他们生长的培养料 这三级菌种培养料的原料成分相同 各种原料的比例略有不同 首先我们来制作母种 培养料有55%的木屑 20%的麦肤 10%的黄豆粉 8%的竹子粉 2%的硫酸酶 2%的磷酸二氢钾 1%石膏粉 1%白糖 1%的维生素B1等原料组成 将这些原料按比例混合好后 装入500毫升的玻璃瓶中 然后把装好瓶的培养料 放入每平方厘米1.5千克的压力下 滅均2.5到3小时 滅均完成后 把瓶装的培养料取出后自然冷却 这时候我们取来还没有伸出军饼的紫实体 当地老百姓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竹蛋 要求制种用的竹蛋生长健壮 而且没有病害 先用千分之一的高蒙酸钾溶液 对竹蛋进行清洗 再用75%的酒精对竹蛋表面消毒 然后对接种箱和要使用的工具进行烟雾消毒 消毒完毕后 使用解剖刀将竹蛋纵向切开 切开后 再把切面分成2到3立方厘米的小块 使用接种针 将这些小块迅速放入准备好的培养瓶中 这样一拼母种就制作完成了 把制作好的母种放在22到24摄氏度通风黑暗的培养室内培养 大概70到80天后 菌丝就长满菌瓶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母种来扩繁原种了 原种培养料有50%的木屑 25%的麦肤 10%的黄豆粉 8%的竹子粉 2%的硫酸铭 2%的磷酸二氢钾 1%石膏粉 1%白糖 1%的维生素B1等原料组成 扩繁原种时 需要把母种分成4到5立方厘米的均块 接种到原种瓶中 每瓶母种大概可以扩繁80到90瓶原种 当原种培养好后 用同样的方法接种栽培种 栽培种 栽培种 培养料有60%的母线 20%的麦肤 7%的黄豆粉 6%的竹子粉 2%的硫酸铭 2%的磷酸二氢钾 1%石膏粉 1%白糖 1%的维生素B1等原料组成 每瓶原种大概可以扩繁60瓶到70瓶栽培种 制备好的栽培种也需要在通风黑暗的培养室内培养 当菌丝长满菌瓶之后就可以准备播种了 走 让我们把这些发好菌丝的菌种栽到孤棚里吧 如果要想种植的成本低 还想让竹孙长出的品质好 那么栽培地区的选择就比较关键 栽培地区的温度最好比较温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的地区 像贵州 云南 四川等地方 夏季的温度不超过32摄氏度 冬季的温度不低于零下午5摄氏度 而且空气相对湿度可以保持在60%到80%之间 土壤偏酸性 所以我国的云南 贵州 四川 是初产竹孙数量比较多的几个省份 难道别的地区就不能种竹孙了吗 当然可以 咱们还可以人为创造环境博生 竹孙可以在春秋两季进行播种 春季一般在3到4月份 秋季一般在9月份左右 老百姓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春季栽培气温要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才能播种 同时秋季播种时气温也不能高于 28摄氏度 栽培竹孙的地块最好选择在山脚下 这些地方远离城市 污染较少 空气清洁 又有山体遮挡阳光 通风情况也比较好 咱们眼前看到的这一个个覆盖着遮阳网塑料大棚 就是准备种植竹孙的孤棚了 走近看一下每个孤棚上面还覆盖着麦阶和稻草 走到孤棚里面您会发现 孤棚的四面的塑料膜上都开有通风孔 通风孔用遮阳网覆盖 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给竹孙 制造一个类似于竹林的阴凉环境 种植人员正在平整土地 还要把准备覆盖菌种的腹土 用粗筛筛一遍 竹孙的菌丝生长时对底土的要求不严 但是对腹土的要求比较严格 腹土不宜用粘土和沙土 因为粘土容易板结 透气性差 影响菌丝生长 沙土的保水性差 不利于菌丝的生长 以富含腐质质的粗颗粒沙壤最佳 腹土准备好之后就要开箱了 孤棚内要开箱面和箱钩 箱面用来栽种竹孙 箱钩满足管理人员走动和排水 箱面宽75到100厘米 箱钩宽20厘米 钩深5厘米 按照箱面和箱钩的宽度要求拉线 拉好线后平整箱面 平整好之后就要往箱面里放栽培料了 以前种竹孙箱里面放的是木质疏松容易腐烂的阔叶树 例如花树 杨树 核桃树等等 使用这种方法种植竹孙 一般种一季收两季竹孙的产量很好 可是时间长了 老百姓发现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 木料的价格越来越高 这样下去 种竹孙挣的钱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有没有什么材料既能够取代木料 又能让竹孙生长得很好呢 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得从竹孙的生长习性上去研究 我们常见的食用菌主要是靠分解植物的组织 并从中吸取营养来生长的 目前栽培比较多的几十种食用菌 从习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只能分解草类 并从中吸取营养的草腐性食用菌 如草菇 双包菇的 另外一种是只能分解木材 并从中获取营养的木腐性食用菌 如香菇 木耳 平菇的 而竹孙是比较特别的一类 它既能从木质中吸收营养 也能从草类中获取养分 也就说 它是杂实性的 那这就好办了 种植户开始试验 使用接杆代替木料 种植竹孙 在慢慢的摸索中 以草带木栽培竹孙 越来越成熟 芝金县的以草带木栽培竹孙技术 获得了贵州省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近几年来 芝金的种植户 几乎都使用接杆来种植竹孙了 接杆种植竹孙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 接杆的质量要好 用干燥的接杆 不能用霉变的 把接杆砍成40厘米长 选好了接杆 还要使用千分之一的高蒙酸钾溶液浸泡 这样做是为了把接杆上的杂菌消灭掉 其次 接杆的使用量 控制在每平方米五到六千克 再次铺设的方法也很重要 接杆一定要比木材铺得更紧密 更磁实 尽量不要留空气 因为接杆的腐烂速度快 所以接杆必须每年都重铺 不像铺木材 是两年铺一次 铺好接杆之后 就可以把菌种拨洒到接杆上面了 选择菌丝浓密 颜色雪白 长满或接近长满没有老化的菌种 把菌瓶瓶砸开后 准备播种 播种时 把菌种摆成大枣般大小的菌块 注意菌块不要摆得太碎 以免影响发菌 用种量大概在每平方米 拔到十平 播种完菌种 还要在鸡杆上面撒一层竹片 对 在制备菌种的时候 培养料理的原料里好像也有竹粉 为什么要在栽培竹孙的培养料理 放竹片呢 野生的竹孙就生长在竹林里面 为了保证它这个竹子的成分 所以在人工栽培竹孙的时候 就要放这个竹片 如果放困的竹子在里面 它就不能吸水这个竹子的原料和成分 因此在栽培的时候 要把这个竹子粉碎过 所以竹片是培养料中不可缺少的原料 竹片的使用量占到结果量的14%到15% 撒好竹片后再撒上一层白糖 这撒竹片咱们还能理解 竹孙竹孙 使用含有竹子成分的培养料 这竹孙才能生长良好 可是培养料理为什么还要撒白糖啊 主要是为了保证 它这个竹孙的全息的营养 使全息的能够正常的生长 白糖的使用量大概占到结杆量的0.1%到0.2% 看来这竹孙还是位喜欢甜食的姑娘呢 撒好白糖之后 在菌种表面盖一层筛好的附土 量不用很多 稍微盖住菌种就可以了 接下来需要铺第二层结杆 按照铺第一层结杆的方法铺设第二层结杆 结杆铺好之后 播种第二层菌种 这一层播种时 用种量比第一层稍微少一点 控制在每平方米6到8平 把菌种都摆在基杆表面之后 像第一次播种一样 撒上竹片和白糖 完成后 需要给栽培料和菌种浇一遍透水 保证培养料理的水分充足 使用高蒙酸甲溶液进行喷洒 既能补充栽培料中的水分 又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喷水完成后再次附土 这次附土要盖得稍微厚一些 控制在8到10厘米之间 不能使栽培料或菌款外露 盖好之后 把箱面整理平整 这是当地百姓从山上收集来的干松针 这些松针一会儿要铺到附土的表面 覆盖的厚度已完全看不到附土为好 那么附土上面为什么要铺这层松针呢 我们一会儿再告诉你 覆盖完了松针 种植人员把箱棚里的通风口全部打开 保证棚内空气的流通 又往箱面上淋水 这次淋水一定要浇透 培养料理的水分够了 菌种才能尽快萌发 这时候您明白松针起到什么作用了吧 浇水的时候 如果直接把水浇到附土上面 很容易把水冲跑 水干之后 土壤又容易板结 铺上这么一层松针 对水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 同时松针透气 不会影响菌种对氧气的需求 好不容易完成了种植任务 接下来的田间管理工作 仍然需要种植人员精心的维护 因为竹酸只有在适宜的生长环境里 才能顺利长大 展开它美丽的裙板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要做好哪些田间管理工作 首先就是光照的问题 竹孙在薰丝生长阶段 不需要光照 紫尸体也就是竹蛋生长 也仅仅需要一点散光 所以沽棚上已经覆盖好了 买结和遮阳网 通风口也使用遮阳网覆盖 保持棚内微弱的光线 使棚内的管理人员 看得见就行 只要做好了内部和外部的防护工作 光照的问题就不要管理人员操心了 竹孙对水分的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竹孙生长过程中的水分管理 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 在军丝生长阶段和竹蛋生长阶段 所需要的水分都不一样 在竹孙栽培的前30天 由于在播种的过程中 我们往培养料理浇足了水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不需要洒水 一个月之后需要给培养料理的君丝补水了 补水时喷水量不用太大 把附图表面淋湿就可以了 所以当地百姓也把这次喷水 叫做润面水 保证培养料理的湿度 保持在60%到65% 孤棚里的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60%到70% 一般只要保证气温在4到28摄氏度之间 君丝就能正常生长发育 在20到23摄氏度之间时 生长速度最快 所以在这时候 管理人员要根据天气的冷热情况 开壁通风口 在保证孤棚内空气流通良好 氧气充足的前提下 把孤棚内的温度控制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 在播种后的2到2.5个孕 表面开始出现小小的孤雷 这阶段的竹孙对水分的要求就高了 管理人员要及时给刚刚钻出培养料的竹孙 补充水分 保证培养料的水分保持在60%到70% 不能超过75% 孤棚里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80%以上 到了竹孙的生长后期 更要注意保持孤棚内高湿的环境 管理人员几乎每隔一到两天就要进行一次喷水工作 使孤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到90% 竹孙同其他食物一样也会受到外界不良物的干扰 特别是在有一些病菌面前 竹孙的抵御能力显得很弱 如何做好他们的病害防治工作 又如何顺利迎接采收进行初加工呢 这里面的学问也不少 竹孙比较容易受到杂菌的侵害 受到感染后发生青霉 黄霉 软腐 以及鹤腐等病害 一般发病之后很难治疗 所以在竹孙的整个生长阶段要注意病害的预防工作 每隔15天左右 使用有效成分50%的多菌磷可施性粉剂 或有效成分20%的病环作微乳剂 稀释成800到1000倍叶对料面进行喷洒 能对这些病害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生长三个月左右 竹蛋就基本成熟了 从小小的菌丝生长成一枚竹蛋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您知道吗 从一枚竹蛋成长为一颗展开裙子的竹孙 只需要短短的四到六个小时 而且竹孙天生害羞 总是在夜间悄悄开放 所以在收获的季节 每天清早是老百姓最忙碌的时候 忙着干什么 采收啊 竹孙的孤体成熟后不久就开始萎缩 48小时之内 倒地死亡品质嫁降 因此 应该在竹孙的菌群完全展开 菌盖上的孢子叶 还没滴落到菌群上的时候 及时采收 采收时 先用小刀从菌托底部切断 不能用手直接拉扯 以免伤害菌丝 影响下次出箍 尽量减少沾染泥土 保持竹孙孤体的整洁 采收完成后 要给培养料浇一次透水 刺激料面下的菌丝分化 尽早蒙发 浇水每个星期浇一次 如果天气比较潮值 没有下雨 那就是十天左右 浇了以后就没事 它过了大概二十天左右 它第二发 那个竹蛋就长出来了 长出来 经过大概四十天左右 就可以继续采收 一般使用鸡杆栽培的话 每年种一季竹孙 收二到三茶谷 采收下的竹孙 要及时剥离菌盖和菌托 分开对方 以免菌盖上的包子叶 污染菌饼和菌裙 因为鲜竹孙不耐保存 所以现在市场流通的竹孙产品 都是以干品的形式出现 所以将竹孙清洗干净后 要及时用竹签穿起来 进行干燥工作 延迟干燥时间 会影响竹孙产品的品质 一般使用干燥机或烘房 进行干制 干制完成后的竹孙 就可以上市出 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 让竹孙这一含有的山间真品 逐渐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家常菜肴 如今我们要将这一技术推广开来 不仅让更多种植竹孙的人 获得财富 同时也推动我国食用军市场 和我们的发展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请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